大家好,欢迎锁定聚焦东西,这里是加州,我是天侠。 就全球经济影响而言,旅游业是最大的行业之一。 2019年,美国和中国的旅游业休闲支出分别占全国旅游支出的70%和81%。 这两个国家是旅游业对全球GDP的贡献领先的国家。 数据显示,中国旅游就业人数为6600万。 然而,疫情使得旅游行业的形态和雇佣产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根据Statista的数据显示,2020年全球旅行和旅游市场的收入出现萎缩, 比2019年下降了将近60%。 退票,失业,倒闭,突如其来的航班取消几乎倾覆了整个旅游行业。 小一点的公司可能消失的非常的多。 就像我们很多有Subagent基本上都关了。 那就是没关的也就是回家,拨开了后面。 那真要靠这个来养家骨口,可能就很难了。 差不多80%都撑不下去了,因为旅游业就要紧急分几个收入, 一个是票务,一个就是旅游,那票务影响很大, 因为全世界,尤其中国啊,亚洲啊,都封锁了。 欧洲刚刚才解放,但这两年来了,就等于是没有人出去玩了。 再加上旅游团,人家都说要keep social distance, 那所以旅游团根本不成立了,根本怎么上巴士了。 所以我知道我的朋友开那个旅游公司的, 最惨就是他们的巴士,你没人坐, 那每天还缴两万块保险费。 那你有时候我那个朋友他有27部巴士, 那一年就是54万的税保险, 所以他很惨,最后就忍痛把那巴士键卖出去了。 如果一夜之秋,张光荣先生的亲身经历 几乎就是大多数华裔旅游业者的疫情期间的经历。 我是做票务,还有做package, 那package包括去中国大陆啦, 去东南亚啦,到欧洲啦,到加勒比海啦, 就是全世界的地方我都有做, 就you never will happen, 但是呢,这个pandemic一来呢, 就是完全冲击掉了,没有了, 电话也不响了,OK, 2020年3月份开始呢,电话响过不停, 那是退票的, 因为中国人都买得很早, 1月2月份就买好暑假, 要回国了干什么,还买好package, 好了1月2月很忙很忙, 到3月份呢,到5月份呢, 电话响过不停, 那是2020年,那是退票, 退package, 你这个电话就知道退什么啦, OK, 所以是等了退到5月来,退光啦, 那有些Ella给你退, 有些还很坏, 不准退, 只给你延期, 延期是给你12个月的时间要旅行, 好了,你2020年不能去, 他叫你2021年去, 2021年也去不了啦, 你打电话去可不可以refund, 不准, 好,又要延1年到2022年, 所以很多的机票可以延到 今年的2022年的7月份走, 可是很多人到现在也不敢走啊, 那很多客人在放弃了, 这钱不要啦, 那有些人说, 勉强走他又怕, 所以就变了我们这两年啦, 从2020年3月到现在为止了, 根本就是等于是, 不可以说零收入, 等于是以前收入的1%都不到, 所以说找你没有底, 或者你刚刚出来创业, 你最好转了行, 因为你根本活不下去, 而且我们做了很久了, 像我们公司1981年做的, 做了现在, 那就说, 中国人都喜欢赚了钱, save money for the raining day, 然后还可以活, 只要说我要养, 我现在养家活口啊, 要给小孩子读书啊, 那就完蛋了, 所以我很多同行啊, 都转行了, 那转行就干什么呢, 有些到机场去, 去检查行李, 有些运气好了, 考进去, TSA, 跟着验那个配别搞, 我还要两个同行呢, 就转行去, 考那个commercial license, 开那个school bus了, 就先把那政府工啊, 也guarantee有收入, 所以我的同行里面, 十至八九都已经转行了, 那今天转行啊, 他自己开的公司, 或者他打工的公司, 他全部不做了嘛, 那现在有华盛顿地址来讲, 本来有9家旅行社, 现在你看报纸, 唯一有登的, 就一家旅行社来登广告, 所以对报纸的冲击量也很大, 因为本来报纸都是靠个广告的嘛, 没有广告, 他也很惨啊, 对不对, 他整天打电话来, 哎呀Michael, 给你一个折扣, 你以前的报纸登出来, 我先给你半板, 跟以前一样的价钱, 可是我当在干什么呢, 根本没有客人嘛, 对不对, 那现在就是只靠熟客, 做一些什么呢, 像国内游啊, 国内旅游可以, 还有去加勒比海, 对, 然后马上5月份可以去房市公园啊, 或者是到大峡谷啊, 那我们在东部嘛, 所以我卖了很多, 像我是6月7月份, 我都有大概100多人去干坤, 然后卖了100多人去干坤, 那就是最起码有点收入嘛, 那加勒比海除了干坤还有什么呢, 还有Punter Canna, 这是多名你家, Punter Canna是加勒比海第二大的岛国, 第一大是古巴, 古巴自从当中算不准去以后就没有了, 所以我的古巴生意零了, 那我都卖第二个大的国家, 就是Punter Canna, 就是Dominican Republic, 那我们去Punter Canna去玩, 再来就是Jamaica, Jamaica也很好玩, 那Jamaica吃他们的很特产的大龙虾, 都很棒的, 而且呢, 像我们刚刚回来去Punter Canna了, 还可以出海, 有个地方叫Sanbao, Sanbao这个地方是全是独一无二的, 就是在太平洋里面, 在那个加勒比亚里面, 居然有一块海, 水深就四尺, 所以你站在那边, 他的船游轮, 不是游轮的游艇停在附近, 你下来四尺的深水, 下面都可以看到鱼, 那你在那边, 人家以为海洋吗, 怎么可能那么浅啊, 也就是有这么一大快递, 可以, 所以我们到Sanbao去玩, 然后坐那个游艇出海, 然后就可以玩个一天, 最先起来的是墨西哥市场, 或者是可以说是中南美洲市场, 整个都起来了, 什么时候大约, 基本上在去年的下半年, 去年最好的那时候是, 去年的三四月份, 实际上已经都open了, 那现在就说, 像美国国内游, 还有您说的这几个古巴呀, 就是加勒比海沿岸, 那他的人数是原来的百分之多少, 就比例, 已经恢复到pandemic之前了, 是吗, 对加勒比海, 为什么呢, 因为你是像国内旅游坐巴士, 大家坐一步巴士, 人家还是怕, 因为没有social distance, 但是你到加勒比海去玩, 就没有这个问题, 你下了飞机, 有人来接送, 假如你是怕跟人家同一步游览巴士, 你可以做安排那个私人接送, OK, 私人接送没有过多少回, 譬如说你, 假如你是有巴士来接的, 一个人29块来回, 私人接送了152来回, 所以没有差多少钱, 很多人说, 你给我给我个边士, 来接我们一家六口, 然后他就开个边士来, 车大清的, 然后给100多块就来回了, 所以他去到那边, 自己玩自己的, 你吃饭自己一个桌子, 到游泳池, 你参加这个adult only, 就大人的, 不要跟小孩混在一起了, 自己的游泳池, 自己为一个困难, 也不跟人家接触, 所以人家会觉得很安全, 所以到加勒比海的现象, 现在还能说, 你可以维持出这些, 而且用安全玩法, 你比如说国际旅游, 你就游泳池一部56人做的, 就算你不要做嘛, 一半好了, 你觉得还是有这么多人在, 你不知道它的来历, 所以也会害怕, 所以加勒比海的, 就是你要变一个方法生存, 我们要去泼泼那个地方, 经历了史无前例的新冠疫情, 经历了几乎两年半的颗粒无收, 旅游业尤其是华裔旅游业者, 在反思天灾的挑战, 也试图寻找未来的机遇, 未来华裔旅游业需要如何计划, 才能生存与发展呢? 华人的话, 我就想经过这个pandemic, 我们学了一个教学, 你绝对不能做生意就单元化, 你要多元化, 譬如说台湾要隔离十天, 香港像刚刚开放, 一个礼拜, 你只要一个market的话, 你遇到这样的pandemic冲击, 你就活不下去了, 所以你要多元化, 我说多元化怎么样呢? 除了搞这个以外, 你还搞一些别的东西, 譬如说你要搞加勒比海的油啦, 或者说你搞一些欧洲油, 欧洲油,南美油, 欧洲全面开放了嘛, 所以说经过这个pandemic, 旅行生要学会一种东西, 你的经营要多元化, 你不能说只走单一路线, 那你就会一冲击, 你就惨了。 走多元化发展的方向, 寻求在全世界各大州深耕, 传播文化, 打开眼界, 带着华裔和各族裔游客走遍世界, 让世界很大我想去看看的人群实现梦想。 东边日出西边雨, 希望华裔旅游业在经历疫情的劫难之后, 面对挑战, 增加应对能力, 抓住机遇, 蜕变出新的成长。 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 如果您有任何观点, 欢迎点赞, 留言和关注,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